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這一個是關於耶穌和薩瑪利亞婦人的故事 記載在聖經的約翰福音四章 耶穌知道法利塞人聽見他收的門徒和施洗比約翰的多 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是他的門徒施洗 他就離開了猶太回到加利利 他必須經過薩瑪利亞 於是到了薩瑪利亞的一座城叫做罪家 在靠近雅各給他的兒子約失的那塊地 雅各井就在那裡 耶穌因為旅途疲乏就坐在井旁 那時候大約是正午 有一個薩瑪利亞的婦人來到打水 耶穌跟她說 請給我一點水喝 因為那時候門徒都進了城裡買東西吃 薩瑪利亞婦人就跟她說 你是猶太人 怎麼會向我一個薩瑪利亞的女人拿水喝呢 因為猶太人和薩瑪利亞人不相往來 耶穌就說 你如果知道上帝的恩賜 和和你拿水喝的是誰 你就會求祂 祂也會把活水給你 婦人跟耶穌說 先生 你沒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去哪裡拿活水呢 我們的祖宗雅各 將這個井留給我們 他自己和兒女和生畜 都是喝這個井裡面的水 難道你比他還要大嗎 耶穌就說 煩飲這個井裡面的人 一定會再口渴 但是 誰喝了我所賜的水 就永遠都不口渴 我所賜的水 要在它裡面成為泉源 不停地湧出來 使它得到永生 賭人就說 先生 請你把這些水給我 使我永遠都不口渴 也都不用再來這裡打水 耶穌跟她說 你去 叫你的丈夫再來這裡 婦人就跟耶穌說 我沒有丈夫 耶穌就說 你說你沒有丈夫是對的 你已經有過五個丈夫 你現在有的 並不是你的丈夫 你所說的是真的 婦人跟她說 先生 我看得出你是一位先知 我們的祖宗在這座山上 敬拜上帝 你們反而說 敬拜的地方 應該在耶路撒難 耶穌對她說 婦人 你要信我 事後就到了 你們敬拜父 既不在這座山 亦都不在耶路撒難 你們所敬拜的 你們不知道 我所敬拜的 我們知道 因為救恩 是從猶太人出來 事後就到了 現在就是 那些真正敬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去敬拜祂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去敬拜祂 上帝是靈 所以敬拜祂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去敬拜祂 婦人跟她說 我知道尼賽亞 就是那位稱為基督的 她要來 她來了 就會把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耶穌跟她說 我就是 跟你在說話的 就是了 就在這個時候 門徒回來 她們對耶穌正正跟一個婦人說話 覺得很驚訝 但是沒有人問女人 你要些什麼 也沒有人問耶穌 你為什麼要跟她說話 那個婦人放下了水罐 走到去城裡 跟大家說 你們來看看 有一個人 將我過去所做的事都說了出來 難道那個人就是基督 他們就出到城 來到耶穌那裡 就在這個時候 門徒勸耶穌說 拉給 吃吧 耶穌跟他們說 我有食物 是你們不知道的 門徒就彼此說 難道有人拿食物給他 耶穌跟他們說 我的食物 就是要遵行猜我來的那位的旨意 完成他的工作 你們不是說 還有四個月才是收割的時候嗎 我告訴你們 舉目望下田 農作物已經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已經得到工錢 為永生儲存五谷 使殺種的和收割的 可以一起快樂 哪人殺種 者人收割 這句話是真的 我猜你們去收割的那些 你們沒有辛勞的 人家辛勞 你們享受他們辛勞的成果 神經病 城裡有很多的薩瑪利亞人 信了耶穌 因為婦人所做的見證 她說 她把我過去所做的事都說出來 於是薩瑪利亞人來到見耶穌 求他住在那裡 耶穌就在那裡住了兩天 因為耶穌的話 信的人就更多 他們跟那個婦人說 現在我們信 不再是因為你說的話 而是我們親自聽見 知道這個人 真是世界的救主 經文讀筆 這是上主的福音 讚美上主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